你故意去挑起对方的战斗欲 其实我觉得这本身就不对了 那当然有些人会认为说 我嘴巴反正我就放话嘛 就年轻人讲这叫 反正我就打他嘴炮这样子 无所谓 可是其实如果你激起挑起对方的话 在法律认定上 你至少会有故事啊 你是故意去挑起他这个战斗的行为 你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应该让同学知道说 其实这个都是界限 那你踩到这个界限之后 纵使进到法院 你是无罪好了 可是其实学生是这样子 学生只要你被起诉 被警察调查 他就抖死了啦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避免 当老师如果可以避免的话 尽量让他们远离这个界限之外 不要让他去踩到这个线 那你解说 这个行为呢 本来就是你可以起的 再来呢 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行为去激起他的话 他就不会有失控的行为出现 所以我刚刚讲的是 你放话去讲对方话 其实你不会有任何问题 除非你放的话 可能涉及功能 不如涉及诽谤罪 不然的话你单纯的一直激他 来啊你打我 打我 打我 你有胆就打我 他如果真的打你的话怎么办 我如果是打他那个人我就说 法官大人不好意思 这个叫得被害人承诺 你叫我给你打啊 我就给你打下去了 你有没有问题 没有啊 你是不是叫他打你 对啊 但是我讲好完的 跟你讲无变耶 他就真的打你了 所以得被害人承诺这件事情可以主缺违法 我讲好可以主缺违法 可是呢 法律上还是有所谓的比例原则问题 我们认为被害人可以承诺 可以处分的权利 是落在 譬如说好你打我 你给我一巴掌 就清醒的这样子 这我们认为主缺违法 那如果是另外一种 我觉得我活不下去了 你杀了我吧 你杀了我吧 好 好 你死 我法律上的评价认为 他不能处分自己的生命权 不能处分自己的权 所以呢 你干掉我吧 你干掉我吧 好 我把你干掉了之后 法院告进去 你为什么要干掉他 他叫我干掉他 法院的评价 你还是犯错 你还是犯错 这个叫加工自杀 帮助或者是教授他人自杀 这件事情 或者是得被害人承诺 你把他杀掉了 这件事情没有办法主缺违法 只会判清一点 但你还是犯罪 因为我们认为生命权 你不能完全的处分 也就是说 纵使你得被害人同意 我们觉得生命是最可贵的东西 你如果得被害人同意 你还是把人干掉的话 你还是犯罪 但如果是 比如说你拿我吧 给我两巴掌 让我清醒一点 我快睡了 你捏我 你捏我 这样的话 法律上认为 这个没有犯罪行为 因为这个权力侵害是比较小的 是比较小的 OK 我觉得 像如果这样子 我们有一些分享的话 这个没有讲完 我觉得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豆子粉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样 好 再来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170公分 在120公分的水池里面 逆水 然后呢 送医途中 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那有学生说 这个人好像会气喘 可是妈妈说 没有 他以前都没有这种状况 他只是因为 比较常感冒 比较常感冒 然后所以那个妈妈 指引老师 事发的时候 不在场 延误使经 这都是指引我 那底屋老师就说 这时候我再叫 学生 晕律呼吸 要学生吸口气沉入水中 憋一下气再伸出舌头 再伸出头吐气 伸出舌头 看太快了 所以呢 我承认有疏失 我承认有疏失 这些事情就很麻烦了 就很麻烦的 好 再往下 这个是做完体试忍之后 准备打排球 发现 送医不治 然后肺部出血 然后这个当然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个都是发生的事件 这个是打篮球的时候 遭违规打排球的学生 然后呢 急求误伤颈椎 加上控告体育老师 过失重伤害 地检署两度不起诉 两度不起诉 但台湾高检署发毁续行侦查 这个我先提一下 一般来讲 如果案子告到检台湾那边去的话 或者是你们直接找 其实要提告 有时候学生会问 怎么提告 提刑事告数很简单 找警察就好了 因为警察是人民的包裹 请记得 警察是人民的包裹 所以呢 要找刑事告数 要提告的话 找警察就好了 警察就会传你去做笔录 如果有被告的话 也会传被告去做笔录 他初步调查之后 如果认为说 这件事情可能 有疑虑 他就会把资料 全部送到检台湾那边去 检台湾就会开始侦查 其实在检警调查的时候 其实就都算是诊查阶段的 所以检察官那边就传双方 或者是传证人 传一传之后 如果认为有可能犯罪 我用比较简单的话 就是有可能犯罪的话 他就起诉 他认为罪证完全不可能犯罪的话 就不起诉 起诉的话 当然就进到法院去 就是法院来审理 然后检方跟 那个检察官跟律师 双方共放 不起诉的时候 有可能告诉人也不服 就是被害人不服 他会再申请在意 就是法官 检察官你再次的斟酌看看 看看这个其实是有犯罪的可能性 就会在意 所以这个不起诉 一定是告诉人申请在意 然后申请在意之后 又不起诉 然后之后再申请在意 一定会找到很多理由 不会随便写 不会随便写 找律师就会找到很多理由 然后高检署认为 这个要虚型侦查 要虚型侦查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呢 检察官根据教师法的规范和精神 认为老师有防止学生在教育活动中 遭受侵害的义务 在教育活动中遭受侵害的义务 因此呢 最后还是起诉老师了 还是起诉老师 那这个家长呢 像老师跟学校要求211万 但是呢 台北地院判决免赔 判决免赔 那表示什么 表示老师 在所有的注意义务上面 都没有违反 老师不可能有故意 老师连过时责任都没有 所以当然就不用赔 他会有疑问试 可是刑事已经起诉了 记得起诉不一定是有罪 有没有罪是双方攻防之后的 法院判断的结果 纵使 有时候我们常常讲 纵使刑事上面要负责任 民事上面不见得要负责任 纵使刑事上面没有责任 民事上面有可能要负责 因为法律在 法律在判断的时候 当然就是不同的法官来审理 还有判定过失的标准 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民事的过失跟刑事的过失 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OK 那简台湾认为教师法规定 教师有辅导及管教学生的义务 所以呢 老师要进各方面的注意义务 你们看到 所以老师真的很辛苦 确保学生的人身安全 如果遇到不遵守指令或明显违规的 还要积极介入去阻止跟排除这个违规行为 所以刚刚老师提到说 如果学生故意要正常要挑起对方的话 其实老师某个程度也要注意义务了 也要去介入去阻止排解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呢 老师呢 发现这个学生没有坐着等候测验 违规在打排球 应该可以预见 会对受测学生去造成伤害的风险 却没有注意 这段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这边的人在等候测验 一个学生跑到旁边去 在那边打排球 老师你要有助力义务 注意什么 这球可能会飞过来打到这些人 这些人可能会受伤 所以因为这样才被起诉 所以那个老师有违反他的助力义务 好 再来呢 我们看完了以上那些 那当然每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每一个案例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法律的规定 教师要不要负民事的侵权行为责任的 主要就在于老师有没有故意过失 然后不法侵害 就是违反法律的规定去侵害他人的权利 这个是规范在 民法第184条侵权行为 所以呢在判断老师要不要负责任的时候 就会去把这些构成要件打出来讨论 老师有没有故意 有没有过失 然后呢这个行为法律上认定是不是不法的行为 那如果有不法行为出现的时候 有没有侵害他人的权利 那权利是法律上保障的 法律上保障的权利 自然既然有侵害权利的话 就会造成损害 如果全部都并购的话 最后一个就是 那这个损害跟老师的这个过失行为 故意行为之间 有没有因果关系 如果这条线可以连起来的话 那老师就要负民私的权权行为的责任 OK 那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一些情况之下 纵使老师要负责的话 可是学生其实他本身在从事体育活动的时候 就会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其实是两条线在拉扯 老师的舒适如果过 多一点 老师就要负责任 老师如果舒适全部都没有 那学生这个如果是在这个体育活动中 或者是整个你生活上的风险 本来就会产出了风险 那学生就要自负责任 甚至有些情况是 老师不用负责 其他两个学生自己要负责的问题 老师全部的义务都进到了 其他两个学生 不小心撞在一起 其他两个学生不小心在旁边互殴 老师不用负责 那该负责是他们两边 法庭代理人要负责任的问题 那在民事责任上面呢 会有一些免责的例外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有没有主学违法事有 免责的例外就是指 我们刚提到过失责任是 因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 所以你只要可以 推翻 这三个 因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的 这三个其中之一的话 原则上老师就免责了 也就是说 因注意是指说法律上或 企业上课与你有一个注意义务 所以如果 依照法律 或者是依照契约规定 这时候你不需要付注意义务的时候 你当然就不用负责 比如说学生已经下课之后 下课之后学生自己玩耍 然后受伤 或是学生在同一个场地里面 受伤了 如果下课认为老师不需要付注意义务的时候 就不用了 或是专任的话 那导师的义务会再更强一点点 导师的义务会再更强一点 所以没有注意义务的时候 老师是不用负责的 再来 老师没有注意能力的时候 也不用负责 至于有没有注意能力 这个会客观判断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都会认为 是要进一个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也就是说 你的注意能力要跟大多一样 其他体育老师大概是什么样的注意能力 你大概都应该要付 所以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所有的体育老师来 都没有办法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你就不用负责 就不用负责 OK 然后呢 最后是纵使你加以相当注意 而且 这个 损害 也一样会发生 那不是你的问题 这有时候是一个不可抗议的因素 就是我已经进了最大的监督义务了 但是损害还是发生 你就跟我没关系 就免责了 OK 好 再来呢 学校的责任 学校本身有可能当成 侵权行为人 也有可能是因为 尤其是私立学校 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老师出事的 那你要付188条的雇佣人责任 这个是连币培党责任 但学校当然可以提出 免责 学校可以认为说我对于这个私立学校 可以认为我对这个老师已经进相当的监督 选任义务了 所以我该调查都调查 老师还是出错 那我就不用负责任 这才188条规定 再来呢是国家平常责任 就是国家平常法第2条跟第3条 第2条是在讲公务员犯错 公务员执行职务如果有违法行为的时候 国家就要负责 公务员这个违法行为如果是故意或重大过失 国家 回过头来可以向这个公务员 求偿 就是国家先赔了之后再回来跟公务员求偿 这有时候 特别注意就是 不是在国家机关的保护之下 我们就会免责 如果我们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时候 纵使学校赔晚 纵使国家赔晚的 还会跟我们要这个损态赔偿 这个就是第2项讲的公务员如果有故意重大过失的时候 学校可以向我们求偿的 国家平常法第3条规定是 公务有公共设施 如果设置或管理欠缺 也就是场地如果有不平的时候 或者是设施有一些年久失修的情况 这时候都会有国家赔偿的问题 既然是国家赔偿 老师要不要负责 另外判断 就是老师有没有故意或过失行为 那是另外判断 但是这个设施本身有问题 老师如果没有提醒 老师也会有 清权行为的责任 也会有清权行为的责任 另外在教师的行事责任上面 比较常发生 但我们都有可能会发生 这是公有设置 但不要造成任何损害 所以不用负责 一开始我提到的 其实我们都有可能会犯任何的形式上面的错误 就会构成任何形式责任 只是在体育教师职业上面 特别 比较特别容易产生这些形式责任 就是普通伤害罪 或者是伤害致死或致重伤 然后暴力公然无路罪 有时候跟学生可能 比较熟 比较熟 像我自己跟学生比较熟 有时候会开玩笑 或者是上课点他们 点他们起来 对话 或者说聊天 就是会调查他们 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要注意 注意这些线 有没有造成功难无路 如果会让他觉得 他认为能格受损的话 那就是功难无路 当然法律在判断的时候 不会用他的标准 他是用一般的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 如果都认为能格受损的话 那大概就会有功难无路的问题 不然如果这个学生 故意要整老师 就说老师我超痛苦的 老师你一叫我闻直 我就觉得我的能格受损了 这个当然没有功难无路 然后呢 还有回损欺误罪 以及过失伤害跟 自中伤或自死 这是因为 我们可能会直接接触到学生 然后呢包括 可能学生会有一些 自己的东西 老师如果是 故意把它弄坏 故意把学生的东西弄坏 当然会有回损罪的问题 不小心都不会有回损罪了 你要付的就是民事培养责任 那因为 如果是国立的老 国立学校的老师的话 就会有一个 因为你的身份可能是公务员 所以呢 中间的那个圈圈 写不纯粹 赌质罪 就是公务员会加重 二分之一 你的行责会加重二分之一 所以要特别注意 再来呢我们 简单的分点 学校体育活动中 常见的法律风险 我应该要再快一点 会分的几个太一样 第一个就是 教师或教练显然不当 既然是显然不当的话 老师当然要付 民法的 赔偿责任 再来呢形式上面 既然是显然不当 你来教学做 纵使你没有故意 也有过失伤害 那学校的部分 当然就要付 雇佣的责任 跟国家赔偿责任 然后呢 刚刚是显然不当的 体能负荷要求 现在是显然不当的 运动条件跟环境 老师要付 侵权行为责任 然后 如果呢 这个条件不是学校规定 是老师自己要学生去从事这样子的条件 训练的话 老师要付显示过失伤害罪 那学校的话 一样跟县市政府就是 雇佣人的侵权行为责任 跟国家培养责任 那第三种呢 是学生 他自己本身在教学训练或比赛过程中 相互伤害 就是两个学生 跑一跑之后就看打起来这样子 就看老师有没有违反做义务 如果有的话就会构成 赔偿责任 没有的话当然就不用 因为这是学生个人的行为 但老师要坚定 老师要提醒 这个是老师的义务 那学校跟县市政府一样 会有雇佣人的责任 跟国家培养责任 再来呢 在所有的竞技比赛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既然是竞技比赛的话 在形式上 除了得被害人同意以外 还有就是 这个风险 本来就 可以容许发生的 拳击比赛 拳击训练两个人互 我本来就可能会有一些受伤 这个风险在这样子的活动当中 本来就容易出现 所以呢 组缺违法 但是不小心 训练把他打死 我们讲过了 生命权 不容侵害 所以你把他打死了 就不能组缺违法 但是可以 从其量行 在民法上面呢 这个叫支援承担风险 所以呢 也不成立齐全行为 可能不会成立齐全行为 好 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 我其实我里面列了三个判决 那这个三个判决 其实 都不太一样 我这边准备了一份 这个是关于 这个案子的 这个案子是这样子的 就有一个学生 我简单讲一下就好 讲一下法学的判断 讲一下背景 背景是有一个学生呢 他返校日的时候没有出现 返校日没有出现 是因为老师通知他 他没有接电话 老师跟他讲说 返校日呢 因为 因为台风的关系 我们延期了 所以要通知他说 你今天不用来 可能两天后再来 通知不到 然后呢 这是学校返校日 班级返校日他也没到 然后开学的时候呢 他服装一容不整 所以老师呢 辛酬家 救援之下 老师跟他讲说 这几个同学出来 服装一容不整的 我今天有六四项 跳完了之后 其他同学回去 这个同学 你两次班级返校都不到 一次全跳返校都不到 你再多跳一百二十下 然后他就跳到一百五十几下的时候 他就完全不行 跟老师讲说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当天都没有事情 晚上还要打球 然后回家之后 隔天早上要下楼上课的时候 两脚虚浮 然后呢 尿液一层肾红色 妈妈就觉得不对劲 就送银 送银之后就检查出来 横文基隆写案 这个答案 比我清楚 因为其实 我没有这样的背景 是因为 为了准备这个 就去找了一些资料来看 那学校呢 当然就 老师就说 这个没有 这个不关我的事情 因为 我怎么知道他会有这种情况 发生 老师当然就抗辩了 老师就抗辩了 再来 这个学生还好好的 跳完之后 晚上还要去打 他都必求 所以这件事情跟我没关 法院的判断是这样子 法院第一件事情的先判断 这个案子有没有符合国家赔偿法 我们看一下背景 这是苗栗县的国中 所以这个是国立学校 公立当然是公务员没有问题 所以是符合国家赔偿的要件 是可以请求国家赔偿 第2个呢 他来判断 原告 这个学生 他已经被处罚 交互蹲跳 超过100次的 跟 他恒文基隆 这件事情 有没有因果关系 法院调查了很多的医学报告 做了一些鉴定 认为 是有因果关系的 是有因果关系的 再来 这是第2个 第3个呢 有因果关系的时候 这样有因果关系 老师可能就要负责任了 老师就要负责任 因为 就是因为交互蹲跳 你不要叫他交互蹲跳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老师的抗辩很简单 老师抗辩都说 我叫他交互蹲跳 可是我怎么知道交互蹲跳 会产生恒文基隆险 我不知道啊 一般老师都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大部分都不会知道 但是呢 法院认为 纵使说你不知道 但事实上就是这个行为造成的 这个行为就是你叫学生做的 所以他认为还是有因果关系 只是说 那个学生求偿180万到底合不合理 精神培长180万 法院认为 这样子中的判断之下 他认为60万才合理 那老师最后在主张说 纵使我有过失好了 学生自己要负责任 这叫过失相抵 法院能借入判断认为 这个没有过失相抵的问题 老师的主张是这样子 学生你跳到80下 如果你受不了 你自己要讲 你没有讲你继续跳 继续跳 跳到最后受不了 他生的损害了 我为什么要赔 你要负一点过失责任 法院的判断很简单 法院判断认为 在当下 学生破于老师的威严之下 学生不敢不跳 所以呢 学生就不会有过失的问题 学生现在没有过失的问题的话 这件事情全部都要由老师扛下来 那后来当然就判赔了 后来就判赔了 好 这个是 简单带一下 法院的判断的一些问题 到底要不要负责任 有没有国家赔偿 那有的话 有损害发生的 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 有因果关系 就是老师要负责任 老师要负责任到哪里 180万合不合理 最后 学生要不要负过失相提的责任 就这样 OK 其他的呢 这个其实也 这个其实也很好玩 但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再来呢 简单讲一下 反害心自主的 案例分析 法律的评价上面认为呢 我刚讲的 其实我们可以处奉我们自己的 财产 包括处奉我们自己的身体 这个叫医师决定自由 所以呢 我们如果 愿意跟其他人发生新关系的话 这是宪法保障你的 你的那个决定自由权 所以只要是合一的 原则上我们认为 不会有问题 但有一种情况 如果不是合一的 就会出问题 这很显然的 所以如果你使用的一些强暴 手段或是催眠的方式 以违反他人意愿的话 这个在法律上 这个叫做 强制性交 就妨碍性自主 可是 法律上 借路在判断 纵使你合一 双方是你请活愿的 可是呢 我们国家认为 小朋友是我们国家未来的 动量 所以年纪太小 纵使他合一了 我也要处罚 处罚你这个 你这个行为的那个相对的 因为 你应该保护这个小朋友 你怎么可以让他的 权力受损 所以 纵使是合一 只要年纪是 没有超过 没有满16岁的话 法力也会接入处罚 法力会接入处罚 14岁以下的话 那就更麻烦了 14岁以下更麻烦 所以才会在妨碍性自主的那个 法条的分裂上 才会分为以下几种 一种是这个是违反 违反医院的 违反医院就是强制性交 然后呢你强制性交就已经很过分了 你还带工具 你还侵入他人住宅 你还对14岁以下 这个我要处理特别重 就加重 强制违宪 加重强制违宪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我也是特别加重 然后 准强制性交就是我刚刚讲的 纵使是合一 双方你群我愿 但是年纪太小 未满16岁 我一样要介入处罚 因为我们要保护小孩子正常的身心灵发展 这是国家的立法政策 再来会出现问题的是 趁机性交 就是你 趁着他 他虽然是 有意思的 他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的 可是你趁他不知道反抗 忍他不能反抗 也就是说趁他身心 有障碍的时候 去躲 对他 行为的时候 这叫成绩新交 我们觉得这个也很可恶 这个也很可恶 比较跟学校教室有关系 大概就是利用群世的问题 就是不管是教育关系 养育关系 或者是有些监督关系 如果 基于一种上下之间 有一点点的服从关系的话 你透过这样子的服从关系 去要求对方 或者是 利用对方对你有一些 不管是崇拜 或者是 畏惧的一些心情 然后去做 性行为的话 就是利用群世新交 等于是有一点点 上下种关系 这个可能我相信在学校 就是我们都可能会比较 会遇到的 只要 只要发生了一点点的问题的话 发现大概都会倒下去 因为自己的学生本来就有一个上下服从的关系 很难不避免会被法院这样认定 有没有罪 不知道 那是法院后来判断 在起诉上面可能会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国东体育老师趁下课的时候 我抢问一名国二女学生 还摸凶 企图性侵 然后呢是后来的 他只学生的认为他的癫痫快发作了 所以才免遭毒手 但是呢 校评会 能耐给老师10天的时间说明 下周才开会决议 当然了 所有的团体都认为这个太慢了 这个 如果是 摸凶企图性性性的话 至少会构成 威胁 那到底性侵有没有未遂这个不知道这个要实际上判断 这个呢是毕业生投诉在高二的时候找体育教练兼组长性侵 然后呢 校方性评会调查后任属实建议 解聘但学校警调领组长的职务会进行通报 然后呢之后虽然有停聘两年 同时间也传出另外 学生被老师性侵 调查是另外一个主任 这也是实际上发生的 再来呢新北市报出高中 一年级女学生 被教练以按摩为幌子 带到汽车旅馆心情得逞 我这个也是 这是一个实际上案例 这也是台权女教练 跟国山学生发生失声恋 女教练一开始否认 还称自己扎掉强迫 到最后被判 两年徒刑 被判两年徒刑